好来看到花莲慈悸医院举办 禁思本草健康明星堂新品的发表会 举行中药的医学研究成果发表会 以及最新研发的本草系列的饮品 那么县长徐真卫以及立法委员傅宽奇 也亲自到场支持 县长徐真卫表示 感谢慈悸在医疗教育人文等各项领域中持续付出 许多中医药草透过慈悸经历的研究以及科技认证 让民众认识中药草不只是一种民俗疗法 之前的COVID-19疫情期间 感谢慈悸免费提供禁思本草饮用给花莲乡亲 让许多人免于确诊的之苦 慈悸在多年在中西河辽 我真的还是要非常敬佩感谢上人的慈悲 看到中草药的重要性以及现阳 多千年来中草药被看为是民俗的疗法 而在实际整个团队里面去把整个中草药的地位来提升 对于福文庆表示COVID-19疫情期间 今时本草饮让确诊病患提早康复 并且增加民意力 真的对我们尤其COVID-19一种那段期间 哇这个病毒很可怕 转瞬之间体重马上就降下来 我的腰伤马上就不见了 那时候真的是觉得哪有这病毒这么可怕 几几乎把我们这些体内人来要求都消耗掉 储藏很久都消耗掉 当时真的除了靠西药的那对抗以外 还要靠中药我们的奔造语 来调养我们本身的元气 所以这个时候非常非常重要 从基础科学到临床实证 化妊池院中医院副院长何仲荣表示 化妊池院查识之类与中西医和疗 积极创新研发治疗策略以及调养 期盼透过本草研究的系列 帮助民众调理生理技能 滋不强生 科夫院长提醒对食品或是保证食品 有效的民众以及慢性病友 建议可以向中医医师讨论来使用 记得转眼华小伯导